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家福音十八章十三节 有很多人因为经常犯罪而患病 于是良心发现心中不安 喊着说 主呀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使我做你的儿女 这个时候 信心坚强的传道人 就要预备好 告诉病人知道 悔改的人是有盼望的 在耶稣里面 一切希望得到帮助和接纳的人 都会获得拯救和平安 温柔 仁爱地将福音 传给极需要盼望的病人 就是代表着 为世人写命的主发言 当他说出有益合而的话 为饿病在床的人祈祷的时候 耶稣就会写到这件事生效了 上帝藉着人的口说话 打动了病人的心 人性和神性就有了接触了 传道人应当体验基督恩典安慰的能力 这种能力会带来健康平安和满足的喜乐 他应当知道基督恩典安慰是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来到他那里得到安息 绝对不可以忘记救主的爱 经常围绕着上帝委派全帝属灵福分的人 当我们记住这一点 他的信心就是活药 祈祷就恒辞 就是这样 他就能够将上帝真理 赐健康的能力分给前来求助的人 他能够述说基督所行的医病工作 将病人的心物引向改伟大医师 就是光和生命 也都是安慰和平安 他能够告诉他们 不需要失望因为救主爱他们 他们愿意归信救主 就会得到他的慈爱 因为和保守的能力 他当劝勉他们信靠上帝的应许 知道发出应许 的乃是我们最好 最可靠的朋友 当他努力将人的思想 转向天国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思考那一位 知道如何运用 医治高尤的主 所发的温柔同情 会被病人带来安息和平静 传到梁座 原文213月至214月 今天的思考问题是 维持好的友谊 是需要投入时间和注意力 需要分享和关心 那我们跟耶稣的友谊 够不够好呢? 今天的神中课 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 拜拜